Hello 大家好我是秘密專家小小鈺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回到老師們的頻道啦 Hello 今天要來講講什麼呢 來講講上次老師分享 我師傅傳給我的四元素之後 有非常多朋友認真修辭之後 不管是業績上漲 招財進保 人員廣進 只要是好事可以說都不要遇到了 這就是驗證老師當初跟大家分享的時候說 非常多的高增加持其實就是四個字 Namapata 四個字 四個元素就可以把你的所有能量去提升了 那為什麼它會那麼有用呢 因為很簡單 它就是把你所有能量都調整好之後 人自然就順了 就像是中醫理論 你把你的五行去調好之後 身體自然就健康了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定論 身體健康了 五行調好了 四元素調好了 運就自然直了 是不是 那今天針對這地方啊 老師特別在教大家一個東西 叫做四元素防身素 那為什麼去使用四元素的防身素呢 去做一個保護咒 但是它的使用前 老師必須要先跟大家講 你必須要先修持這個四元素咒 到一定的程度 怎麼樣的四元素咒呢 就是Namapata Mapata 這個變化咒你必須要先持個四十九天 或者是你很有信心 就是這個咒你已經可以完全運用 如果你沒辦法念到像老師剛才那麼順的話 那我建議你先不要使用這個咒 那並不是說用了不好 是因為你可能本身氣場還沒有調整好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保護咒 去保護你 避免被一些臨界干擾的時候 或是你出門開車 突然感覺到有什麼不好的東西 可能突然被激發了 你就可以使用持重 那為什麼我特別強調說 你能量這樣飽滿 就是因為如果你能量不飽滿 你自己去掉這些四元素的能量 你可能本身能量就不夠好了 可能你本身還在缺水缺火 就會有點像是 我們有些玩槍的有沒有 就會糖炸 就爆了 就沒有效果 然後這些臨界的朋友 就以為你要攻擊他或是幹嘛 反而會有負能量的效果 所以特別強調說 如果你四元素咒 沒辦法念滿了49天 或者是你比較急 你覺得有念到像老師一樣 這麼順暢的 你才可以使用持重 而且你要覺得自己的精氣神是飽滿的 不然就乖乖念滿49天好不好 那這個咒的老師跟你分享 就是 那馬帕塔 那馬阿物 使用方法一樣 那馬帕塔就滴水火風 那馬阿物 最後這句話就想像 加持自己 這就是四元素防護咒 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走在路上 覺得 譬如說我開車要經過墳墓等等之類 就 那馬帕塔 那馬阿物 加持自己 四元素加持自己 就這麼簡單 那 平常有在念四元素的朋友 如果已經念素了 你就是 那馬帕塔 馬帕塔 帕塔 那馬 他 那馬 然後最後一句 你可能念完49遍之後 最後一句就是 那馬帕塔 那馬阿物 加持自己 是不是很簡單 而且實用非常好用 這些除了把你的能量調好之後 到後面加了這句話 那馬阿物之後 還可以把這些能量變成守護你的能量 變成一個所謂的四元素的金剛盾 保護你 是不是很方便 好不好 那喜歡這一集的朋友 一定要幫老師 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哦 那如果有認真持咒的朋友 我相信你們都已經感受到 老師所介紹的效果了 好不好 希望你們都越來越好 OK 好 拜拜